懷疑男友有小王 同房烧炭女毒活 这比女子讲话语无人次了 她因为牵连到38岁男友 黄冠章的死因 两人昨天凌晨互相怀疑 对方劈腿大吵架 男友还叫骂她胡下安眠药 一同护黄泉 她以为男友说气话 不要睡着 早上醒来后 竟然发现房内淹幕瓶漫 男友已经沉默 不过几方发现两个同房共勉 中心女子毒活 不太合理 加上她有毒品的前科 现场也有发现毒品的承杀 她应讯时还一度改控 说自己是被男友用锁铐控制 强味毒品跟爱民药 说实反复令人处理 家属也怀疑女子说好 警方先依毒品罪将她引送 并就她是否涉及加工自杀的部分 进行禁止 动新闻新北报道